- 拍片人戏成龙女 吴启力求Andy放过卓琳 误教她做吴卫士吴启力的女儿卓琳自去年12月起聚跟母亲联络 更和女友Andy飞往加拿大寻霸 卓琳与Andy日前拍片摆上网 卓琳在片中已成龙的女儿来介绍自己 声称无家可归 对于卓琳的群霸行为 吴启力接受明州访问时说 爱情磨砺真大 为了爱情 别人叫她做什么 她也要做 我从没阻止他们交往 她 Andy 已经30岁 成年人应该要工作 如果她为我女儿好 应该叫她返学或回家 她自己去工作 他们可以有自己的岗位和空间 各自回家 而非现在这样子 吴启力看到卓琳的片段后非常心痛 他说 做人应该向前看 即使家人做错事 要视为警惕 而不是停下来指骂别人 也不要利用别人的名字来找范事 也不要耍爱 一个30岁的老师应该教18岁年轻人正确价值观 没钱开饭就工作 不应浪费社会资源 有病就看医生 妈妈爱你才教你 妈妈不教谁来教 吴启力希望Andy不要再教卓琳做这些无谓事 由于已没有方法联络到卓琳 吴启力只能透过传媒呼吁女儿回家 她说 有什么事也能回家讲 即使我脾气再差 经过这一年的等待 我也会改变 现在指望女儿身体健康 尽快回家 我现在只能等待 等待女儿醒觉 吴启力希望Andy能放过卓琳 将卓琳还给她求救贸易店 成龙女儿吴卓琳和外籍女友 被保 妈向吴启力讨数万生活费 小龙女吴卓琳和外籍女友Andy在YouTube上传影片 自爆患创伤后压力症后群 吴家可归一个月 吴启力的演员好友郭秀云金对香港苹果表示 他认为吴卓琳受人摆布 并透露Andy母亲曾说让吴卓琳到加拿大家里住 但吴启力虚约付数万元费用 郭秀云指吴卓琳已经18岁 回家翻屋子找到自己的东西后 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 吴启力根本没有办法管他 他并认为吴卓琳说辞漏洞百出 例如称Parents 双亲是Homophobic 孔童Parents是两个家长 而他是吴启力的女儿 另外那个 志成龙根本都没出来 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我跟Elaine 吴启力都有朋友是男同性恋或女同性恋者 我们对于这方面的人绝对无任何歧视或不好想 法 郭秀云更爆调指Andy 母亲曾向吴启力要钱 他 吴卓琳 指Homophobic Parents 其实是补习老师 指Andy 的父母 我就知道这个补习老师有个妈妈 曾经叫吴启力把女儿送去加拿大 去她那边住 只是要求几万元一个月 郭秀云质疑 如果这补习老师的妈妈在加拿大 又有房子住 又可以照顾到 她们会搞到沦落街头吗 再加上看她们两个都似乎肥肥白白 拍片背景在屋里 究竟搞什么把戏要拍赤膊戏 罗仲仲仲健身骚具壁 张继冲击赞 猛 罗仲仲稍后拍摄赤膊戏分 近日他加紧操练 在网上骚具壁晒杯机 地道滑滑声 Instagram图片 身材向来健硕的罗仲仲 金武在Instagram晒健身照 千千身穿红色背心骚具壁 而他的师傅亦一起晒麒麟壁 相当厉害 千千说 将会有一场赤膊的细分 时间不多 尽力而为吧 师傅你太厉害了 而张继聪力简单留了一个字 猛 贾静文抛震汗淡 抱步步将赞别 荧光木贾静文 曾带爱女步步 参加大陆时竞节目 妈妈是超人第一季 让猛娃步步一跃成为 年纪最小网红 这回贾静文回归 妈妈是超人三一次带步步 狗妞二宝贝女儿 节目中和修杰凯带 两娃甜蜜互动更吸睛 但随着孩子日渐成长 贾静文报女儿未来动向 表示等孩子上学后 将让他们暂时退出荧光木 随着亲自使静秀走红 不少明星爸妈第二代 都成了知名网红 观众看萌娃天真可爱 明星爸妈也抱持宁保留孩子 纯真童年未重任 像是陈小春和儿子 Jasper拍完爸爸去哪儿午后 也随之让儿子暂退出荧光木 贾静文也坦言和所有艺人想法一致 现在他们还小 很可爱的时期 等他们就学后 就必须考虑不会再以这样的方 是演出 因为我觉得会影响他们上学 鬼鬼去年发生这件事 夸口我不拍戏了 鬼鬼今天出席保养品活动 他提到去年曾说过要丰脉 一夸下海口 伤眼镜结肿而来 今年暑假还要搭着两个剧 推出二寿单曲 让他搞笑像寻着这套模式 直说 我再也不拍戏了 鬼鬼近日旅船和南星和浩晨 布鲁斯 热恋中 两人被纠穿同款睡衣 暧昧情曝光 他也在公开场合认说 以后的事很难说 被问近期热门电影复仇者联盟 《无限之战》正在上映 是否有相约去看片 他表示 他还没回来啊 还是你打电话给他 提到在节目上 有帮布鲁斯擦保养品 大据说 他头皮蛮敏感的 今天代言保养品 他也对自己的脸很满意 贾静雯抛震汗淡 报布鲁江赞别 荧光木贾静雯 曾带爱女布鲁 参加大陆时竟节目 妈妈是超人第一季 让萌娃布鲁一跃成为年纪最小网红 这回贾静雯回归 妈妈是超人三一次带布布 狗妞二宝贝女儿 节目中和修杰凯带两娃甜蜜互动 更吸睛 但随着孩子日渐成长 贾静雯抱女儿未来动向 表示等孩子上学后 将让他们暂时退出荧光木 随着亲子时竟秀走红 不少明星爸妈第二代都成了知名网红 观众看萌娃天真可爱 明星爸妈也保持宁保留孩子纯真童年未重任 像是陈小春和儿子Jasper拍完爸爸去哪儿午后 也随之让儿子暂退出荧光木 贾静雯也坦言和所有艺人想法一致 现在他们还小 很可爱的时期 等他们就学后 就必须考虑不会再以这样的方 是演出 因为我觉得会影响他们上学 鬼鬼去年发生这件事 夸口我不拍戏了 鬼鬼今天出席保养品活动 他提到去年曾说过要封卖 一夸下海口 伤眼镜结肿而来 今年暑假还要搭着两个剧推出二寿单曲 让他搞笑像寻着这套模式 直说 我再也不拍戏了 鬼鬼近日 旅船和南星和浩晨 布鲁斯 热恋中 两人被纠穿同款睡衣 暧昧情曝光 他也在公开场合认说 以后的事很难说 被问近期热门电影 复仇者联盟 《无限之战》正在上映 是否有相约去看片 他表示 他还没回来啊 还是你打电话给他 提到在节目上有帮布鲁斯擦保养品 大据说 他头皮蛮敏感的 今天代言保养品 他也对自己的脸很满意 贾静雯抛震汗淡 报布鲁江赞别 荧光 木贾静雯曾带爱女布鲁 参加大陆时镜节目 妈妈是超人第一季 让猛娃布鲁一跃成为年纪最小网红 这回贾静雯回归妈妈是超人三一次带布鲁 狗妞二宝贝女儿 节目中和修杰凯带两娃甜蜜互动更吸睛 但随着孩子日渐成长 贾静雯抱女儿未来动向 表示等孩子上学后 将让他们暂时退出荧光幕 随着金字石静秀走红 不少明星爸妈第二代都成了知名网红 观众看猛娃天真可爱 明星爸妈也抱持名保留孩子纯真童年未重任 像是陈小春和儿子Jasper拍完爸爸去哪儿午后 也随之让儿子暂退出荧光幕 贾静雯也坦言和所有艺人想法一致 现在他们还小 很可爱的时期 等他们就学后 就必须考虑不会再以这样的方 是演出 因为我觉得会影响他们上学 鬼鬼去年发生这件事 夸口我不拍戏了 鬼鬼今天出席保养品活动 他提到去年曾说过要锋脉 一夸下海口 伤眼镜结肿而来 今年暑假还要搭着两个剧推出二寿单曲 让他搞笑向寻着这套模式 直说 我再也不拍戏了 鬼鬼近日旅船和男星和浩晨 布鲁斯 热恋中 两人被揪穿同款睡衣 暧昧情曝光 他也在公开场合认说 以后的事很难说 被问近期热门电影复仇者联盟 《无限之战》正在上映 是否有相约去看片 他表示 他还没回来啊 还是你打电话给他 提到在节目上 有帮布鲁斯擦保养品 大据说 他头皮蛮敏感的 今天代言保养品 他也对自己的脸很满意 我们下期见